我永远都做到一个贤妻良母 别人跟我比不了 别人跟我比不了 大妈就想找社会大哥 无料总是遇上柔弱男 大妈怒了 一群没用的老娘了 多了谋想改变我自己 这个家你是不是得支撑起来 我就看他这样 他支撑起来不来一个家 这王大姐一出场 我就觉得这个大姐不好惹 果不其然 大姐这钱不久刚相成一个 没多久就慌了 这人也不像男人 一个性质 就是一个女人的性质 我看他就是一个娘们的性质 看来大姐想要的是猛男啊 大姐强势了大半辈子 自己也想做出改变了 不想多社会大姐了 现在我不想 对 我现在我不想做这个 我想也想当一个小鸟医人 不是我给大姐泼冷水 我实在是想不出 大姐小鸟医人那样子 这红娘跟王大姐正聊着呢 突然偶遇了今天的相亲对象 卢大哥 这个卢先生 卢大哥 我严重怀疑这大哥 就是专门出来蹲点的 咋就这么巧碰上了呢 这一见到大姐 大哥那是相当的紧张 完全不知所措 所以要跟做梦似的 面对大哥的恍乱 大姐却显得镇定自如 大哥看起来相当柔弱 一看就不是大姐喜欢的款 果不其然 还真就被猜到了 第一眼给我的感觉就是 没有信心了 没有话题想往下再闹了 大哥这边也对大姐不太满意 我感觉她好像后见起来都真的都很强势的人 我觉得不想再去过那样了 虽然俩人对彼此出印象都不太好 这也总不能转身就走啊 还是决定在唠唠 这一坐下 大姐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自己太强势了 我也想做一把小鸟依人的一个女人 对于大姐的要求 大哥是稍嫌底气不足啊 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强 至少我在她的所说的这个表情下 我没达到 大姐是直接霸气反问 具体哪里达不到 可给大哥下个枪 大哥稳住你可以的 面对大哥的询问 大姐也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对于大姐的这个回答 大哥可是有自己的看法 大哥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如果大姐的需求只有这些 那找个保姆不就得了 找啥老伴啊 对此大姐又说了一家 自己找另一半儿的要求 她得有一个男人的担当 家里外头 你都得比我强势 你都得比我强势 对于大姐的说法 大哥不乐意了 性格这种东西 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那我要是说到哪做到哪 就是这么呢 面对大姐的保证 大哥显然并不相信啊 我觉得我能不操心 我就不操心 听了大哥的话 大姐的表情那是相当严肃啊 我都怕大姐当场给大哥打一顿 大哥也没瞒着 直言大姐太强势了 刚才她也很强势的 我不想长那么强势的 大姐是直接抱走的 我不说了嘛 我想改变我自己 大姐你别急 有话慢慢说 吵着怪吓人的 我永远都做到一个 先其良母 别人跟我比不了 别人跟我比不了 大姐女人外表男人心 一说话可给大哥下个腔 大哥直言 你温柔点我害怕 我不说了嘛 我想改变我自己 对于大姐想要改变自己的性格 大哥是完全不相信 都说将善意改本性难易吗 大姐就觉得大哥说话磨磨叽叽的 一看就没什么担当 这个家你是不是得支撑起来 我就看他这样 他支撑起来 不然一个家 其实大哥还真不是那种没担当的人 岳父有病 大哥是直接伺候了十年 那大姐就问了 为什么大哥前妻不伺候 因为他也是比较强 他真的 他真的 挣得比较 果然挣得多的是老大 还分什么男主外女主呢 从大哥这一段话的讲述中 大姐发现大哥没房这个问题 一马脸色就变了 我想 我再找一个伴儿 必须他自己 他自己得有楼 我住是不是 对于大姐的要求 大哥也只说 现在自己就是没房 要买也要等自己有能力了 大妈就有巴西之问 那你得啥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 你还说说要等个三年五年 那再等个三年五年 再等个三年五年我老了 大姐啊 你不是要改变自己吗 给个笑脸吧 在座的各位都害怕 对于大哥的回答 大姐是一点都不满意 甚至还翘起了二郎腿 表情相当不羁 大姐真的挺爷们 最后两人都不准备再唠了 要不要继续再了解一下 不想了解了 大姐不想让他再来 这次相亲不成 红娘是联邦给大姐 又介绍了一位原大哥 这一见面 大哥还挺有谱 疫情咱们就不用 那个互相握 有疫情啊 大哥这房意义是相当强的 在座的各位 都给我学着点 大哥见面就来这么一出 以我看应该能 hold住大妈吧 我永远都做到一个 先起良母 别人跟我比不了 别人跟我比不了 大哥结婚被骗十几万 两段婚姻都不幸 大姐怒了 这骗钱的都不是个好东西 我感觉骗人钱的人呢 可恨 你骗钱人都是新一步 我正在这汉 学汉钱 你为啥你给人带跑了 这一进原大哥的屋 大哥是连灯都没开 咋的 大哥平时这么节点吗 来 抬一下灯是不是 大哥自己有房 不住宿出去 自己跑出来租房子 也是有够奇葩的 然后大哥说自己一点不良 事好都没有 我也不喝 对 我喝不了你 那咽咽酒 给大哥点个蛋 和一旁的大姐 听完大哥的话后 却尴尬地笑了笑 我这啥都好 我这咽酒都好 大姐这确实挺社会啊 抽烟喝酒是样样都行吗 其实大哥以前也喝酒 我去年还 去年吧 有点毛病 去年有点毛病 我一年 一年什么工作也没工作 就是养病 看到没有 想要好身体就要远离烟酒 对于女人吸烟这件事 大哥是坚决不能接受 女人夹个烟抽个烟 也是年轻的话 肯定是我是不行的 听见大哥的话 大姐的眼神是相当的犀利啊 要是眼神能杀人的话 大哥估计都死一万次啊 大妈对于烟酒的态度 也是很强硬 我烟酒是永远记不了 这个是打不到 这还是大姐看不上大哥 要是真喜欢 肯定能做出改变 大哥说一瞅大姐抹的指甲盖 就不喜欢 自己就喜欢苦苦通通的女人 她手指盖抹的我一瞅 对我心里 我不喜欢这样的事情 我喜欢一个 普普通通的 普通女人也做指甲 大哥就单凭指甲这一点 就判断大姐苦不普通 为免太早衰了 这一作家 大姐就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我女儿六岁我就离婚了 大哥一听 这经历跟自己很相似 就立马也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我是1997不96 那时候离婚 我也97年离婚了 大姐大哥又刚好都没父母 这大哥就更乐怕了 这不就是缘分吗 难道俩人之间 还能有在一起的奇迹 这再往下一聊 才知道大哥有过两次婚姻 但人大哥说了 每次离婚错都不在自己 我咋这么不信大哥说的话呢 咋可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啊 大姐以为是两个女方出轨 其实完全不是 那时代走了多少 卡里有十七万多万块钱 就是全部带走 他走时我一分钱没有啊 大哥的婚姻也真够坎坷的 对于女方偏钱这个行为 大姐也是不能忍受 阿弟说你的心里 你不得瑟吗 我就这么 我从来都这么想 我就心里能舒服吗 去花眼睛家呢 被骗了小二十万 大哥也没放弃啊 钱被骗了就继续穿呗 大哥是个真男人 对于大哥的这种精神 大妈也是赞赏啊 接着大哥就说自己想找一个本分的 大姐一听 这不是我强项啊 一般女人她达不到 她跟我老比不了 我永远都做到一个贤妻良母 别人跟我比不了 别人跟我比不了 看来大姐是暴躁型的贤妻良母 大哥一个月挣三天 别看大哥挣得少 大哥气势足啊 那一月工赚能多少钱 三千块钱 听听这架势 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哥一月挣三岸呢 对于大哥的工资 大姐那是相当的不满意啊 三千块钱我感觉不是啥 啥都不是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真的啥也不是 大姐说话也是真的 但大哥也是个敞亮人 看不中就做朋友呗 不满意的情况下吧 就交个普通朋友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你看人 那就希望强势的大姐 早点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大哥了 好 好 感谢观看